老龄化社会使居家养老成为必然趋势 家庭照护者是居家老年照护的支柱 但他们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优质的居家照护服务平台 不但可以为家庭照护者提供培训 还能匹配专业照护人员为家庭提供照护服务 也让照护者学习如何照顾自己 他还创造了就业机会 83岁的王奶奶患糖尿病多年 需要使用手杖才能勉强走动 三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认知症 他的女儿林女士最近开始接替姐姐 承担起照顾王奶奶的工作 林女士在尽孝道的同时 被这份责任压得透不过气 在朋友的建议下 林女士向OCN平台求助 OCN介绍 OCN平台主要从照护者培训 照护者自我照护和专业照护服务 三个方面来支持家庭照护者 家庭照顾者培训 首先OCN将为照护者提供照护相关的技能培训 根据对王奶奶照护需求的分析 OCN平台自动生成一组 能够满足需求的培训 供林女士学习和参考 每个培训视频时长不超过五分钟 自我照护 OCN的第二个特点是为照护者自己的健康管理提供支持和帮助 OCN根据林女士提供的情况 确认了给她带来压力的主要因素 OCN软件监控她的反应 并通过不断学习 持续为林女士提供优化的自我照护建议 满足她的需求 为了改善林女士的健康状况 OCN还为她提供了一套七日心脏健康饮食计划 OCN的第三个特点是可以为有照护需求的人士提供有偿专业照护服务 OCN将会根据林女士所指定的条件 为林女士提供资料库中前五位与其需求匹配度最高的合格照护者信息 选择满意的照护者 OCN还为专业照护者提供了完善的培训 专业照护员李阿姨在OCN的建议下 获得了认知症专业照护寻章 也带来更高的照护收入 专业照护者复习进修培训 为了强调王奶奶居家安全的重要性 并确保李阿姨提供专业的照护 OCN推荐了一组必修复习培训 与认知症患者沟通也是 与认知症患者沟通时的恰当方式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呀刚刚跟他通过电话了 他呀知道你在这儿 而且知道你一切都很好 健康状况改变 王奶奶被诊断出患有尿路感染 OCN为李阿姨推荐了额外的培训 确保他能更加容易辨别出尿路感染恶化的真相 OCN为我们居家照护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печ dot confronted 你今天 她们继续的依购